她 骄纵无礼 鞋带也得帮她寄 振振凌忍 生气 哟 小姐 你别生气 不忠意 让他们再换钱 她 隐忍独立 躲在车里才哭泣 你离我儿时驾无忧壮恋 叫为父针对得起你那私群的母亲 她一袭红衣 珠光宝气 她一身轻衣 穷困无比 叫中的小姐 听你哭得可怜 讲说你能赠予我儿 两个绅士悬殊 性格迥异的女人 是怎样走进彼此的生活 开启换位人生 请收看都市双女主情感大戏 消失的锁琳囊 余音社独播剧场 细经眼睛戏 夺目登场 哎呀 我真的好美呀 马上就要走红毯了 一切都要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要补下妆 这个女人大家都认识了 是我们的矫情美女主播佩真 正好可以对标我们的女主角 薛湘玲 大户人家捧在手心里的公主 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 用最好的 除了有自己的贴身丫鬟梅枪 府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仆人 也都围着她转 这不 她的世纪婚礼马上到了 这些仆人呢 就都变身婚礼买手 东市买婚鞋 西市买手巾 南市买花亭 北市买锁琳囊 把所有好看的都买了个遍 但我们薛女士可是生活中的独立女性 要自己全权负责婚礼的相关事宜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看我时尚爱抗 想要你们变身360度无死角美女 小姐 您说的简直的是太细致了 我呢 是一点都没记住 薛香玲啊 是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满意 疯狂输出了一大堆 这可把下人能给难坏了 别说朝九晚五了 这活啊 朝十二晚十二可都完不成呢 于是他们打算越过薛香玲这个主管 直接跟老板谈 果然老板才是打工人的最强武器 老夫人一出场 薛香玲一下子就接受了 本来一点都不满意的驾照 甚至还给了员工绩效奖金 薛大爷 这个是小姐赏给你的 你也知道小姐的脾气不好 可心里还好 这奖金呢 也不是白给的 老夫人拿出一大堆名贵的珠宝 给薛香玲任意挑选 放在锁铃囊里当作下状 薛香玲也甚是开心 但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女主赵守珍 可是很不开心呢 她家就在薛香玲家的 几条马路之外 可绅士却大相径庭 一个家里富力堂皇 一个穷居漏相僻壤 薛香玲对每个嫁妆都不满意 赵守珍呢 却连嫁妆都没有 只能硬着头皮去结婚 几个小时之后 大喜之日到来了 看来这不是什么良辰吉日 结婚当天竟然下起了大雨 然而 就是这场大雨 让这两个不相识的人 像穿越到了平行时空一样 开启了交换人生 哟 小姐 这雨可越下越大了 下雨了 就躲一躲吧 薛香玲和赵守珍两人的婚礼团队 是非常顺路啊 都躲在了最近的春秋亭 这人比人啊 要气死人 对比之下 我们的落魄新娘赵守珍 是更难过了 偷偷地抹起了眼泪 是更难过了 家庭穷遭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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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 柏香玲在一旁想了一万种她哭的原因 难道是因为她老公太丑了 美女嫁给普性男 或者是她本来有男朋友 却被硬生生的拆散了 非强迫他嫁给别人 薛强林这个吃瓜王者 很是好奇 便让下人去问个究竟 可他没想到 自己设定了这么多的戏剧场景 却一个都没中 真相竟然是他没钱 贫富相遇 见景商情 虽然我们薛强林有点小傲娇 但是却天性善良 见不得人间疾苦 恰好赵守珍需要的是钱 他便把自己装满 金银珠宝的锁琳囊 送给了赵守珍 赵守珍才得以体面地 步入婚姻殿堂 可人生就是世事难预料 新的风暴即将出现 一道晴天霹雳 即将打破这两人 本来平静美满的生活 下周五晚六点 敬请收看 消失的锁琳囊 下集锁琳囊的呼唤 消失的锁琳囊 获得了 昨天 Jews